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便开始吧 那么差不多该聊聊正题了吧 听到这句话还在疯狂喝着饮料的森林精灵们同时停下了动作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名为魔道国的多种族国家 旨在让多个种族和谐共处 目前已经有蜥蜴人 哥布林 人类等加入了进来 为此我们想了解森林精灵国的想法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建立邦交 开展贸易 你们愿意帮助我吗 安兹没有说那些有的没的直接进入了主题 森林精灵们愣了一下 表情充满戒备 那 那个安兹大人所说的那个协助到底是指什么呢 首先我想打拼一些事情 还有叫我安兹就可以了 只要是我们知道的 我都可以跟您谈谈 精灵们仿佛下定了些心 但是关于那个称呼 那个请容我拒绝 听到这话 亚伯拉 马雷以及周围偷听的女仆们 都露出了难以言喻的表情 对他们来说 如果森林精灵叫他们的主人安兹的话 自己肯定会非常不爽 但如果不叫的话 又会觉得 这种人居然敢拒绝安兹大人的提议 看到这一幕 安兹决定不再为难他们 是吗 那也没有关系 我想问的是 所谓的森林精灵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你们在森林里边又是怎样抵御魔物的侵害的呢 似乎是问题有点太过简单 森林精灵们都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根据他们的说法 他们利用森林祭祀的魔法 只能适应魔法的树木成长起来建造自己的家园 魔法可以让树木的形态发生变化 比如说制造洞穴 建造桥梁什么的 这样的树叫做精灵之树 森林精灵的村庄就是由好几十棵精灵之树组成的 而那个让精灵之树产生变化而创造出来的事物 就是森林精灵的文化核心 利用它不仅能够建造房屋 还能够建造家具 武器 防具等日常使用的道具 不过这个魔法只能作用于精灵之树 对其他的树木则完全没有效果 根据安子所知 这并不是游戏里边的魔法 既然生活在树上 那地面上的魔物基本没有威胁 天空飞行的魔物也有树木作为遮掩和盾盘 需要警戒的是如蛇 蜘蛛这种擅长攀爬的魔物 虽然会有人职业班 但多少也会出现一些受害者 在这样的条件下 森林精灵大多具备游击兵和森林祭祀的实力 不如说如果没有这个实力的话 恐怕早就灭绝了吧 然后是森林精灵国的王都 王都的人口并不多 只能算都市规模 坐落于森林中开辟出来的病院 心悦形湖泊的方便 为什么会建立在这里 是因为湖中有一个巨大的魔物 导致别的魔物不敢轻易靠近 当然 以上都是三明精灵听到的传闻 还是有可能会出现错误情报 寿命方面 似乎并没有人在意自己能够活多久 像这三明精灵连自己几岁了都不知道 能够知道的是 在他们村子里最年转的存在 大概已经有三百多岁了 因为是长寿种族 所以并不会像人类一样疯狂的繁叶后代 游戏里的森林精灵 似乎能够活上千年之久 最初的十年疯狂生长 以及最后的十年加快衰老 好像是这样吧 如果十年生一个小孩 从两百岁到四百岁都会有二十人了 真的会这样吗 看来还是得找人了解一下 安兹打断了自己的胡思乱想 开始下一个问题 那么 如果要送你们回自己的村庄 要怎么做 听到这话 精灵们仿佛冻结了一案 嗯 是因为情报比较重要还不能告诉我们 过了一会之后 一名精灵战战兢兢地说道 那个 我们 还可以回家吗 失败了 安兹明白了 眼前的这些人是 教国和精灵国战斗时被俯的俯虏 所以 他们的村庄大概率已经毁灭了 就算回去 也只有满目的悲伤而已 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 而不是你们的村子 你们有什么推荐吗 比如说亲戚所在的村落什么的 又或者 王都也可以 王都 吗 对不起 我们只知道自己村落周围的情况 至于哪里是安全的地方 我们也不清楚 这个世界的交通并不发达 大多数人都只会生活在自己的出生地附近 哪怕是稍微远一点的都市 在他们看来也如同其他的国家一样 所以 精灵们会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的 安兹陷入了沉思 而精灵们则继续说道 那个 果然 我们还是要从这里离开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我想跟森林精灵国建立友好关系 如果把你们留在这里 可能会得罪对方 放心吧 我们还不会无情到把你们扔到战乱地区 所以才问你们知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地方 怎么了吗 虽然安兹不准备主动建交 但让他们回去 今后可能会派上用茶 但是 三名精灵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们 不能留在这里吗 嗯 安兹的视线从他们的脸旁移到了桌子上的饮料 不 这不太可能吧 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可以的话 能说给我听听吗 那是因为 说话的精灵眼神多闪 不时地将目光看向亚乌拉和马雷 亚乌拉 马雷 饮料快喝完了 你们要不要去拿点什么 诶 是 我知道了 走吧马雷 与一点蒙蔽的马雷不同 善于观察状况的亚乌拉一把拖走了马雷 等到他们走到足够远的位置之后 那么能告诉我了吗 啊 是的 森林精灵放底了声音 一旦习惯了在这里的生活之后 就回不去以前的生活了 这里 马雷和亚乌拉大人的家是最棒的 啊 安兹一瞬间以为他们在开玩笑 但看着他们的眼神 明白了他们是认真的 森林精灵的饮食比较特别 他们会用烧烤和煮的方式来烹饪水果和蔬菜等料理 但纳萨利克又完全不同 习惯了这里的饮食之后 他们断言已经很难再回去了 顺带一提 他们现在喜欢吃披萨 原来如此 看来美食外交也不错 难道可以用矮人来宣传吗 森林精灵们还说了许多许多 比如说安全性 纳萨利克的安全度可要比森林高多了 而且能服侍那两位大人是非常幸福的 这样啊 那两个人是森林精灵的近亲 也是非常可爱的孩子 而且品德也不错 但是这些东西应该都可以在他们在场的时候说出来吧 还是说有哪些说的会被他们责罢的内容吗 算了 不管它了 好吧 那我希望你们能够留在纳萨利克好好工作 听到安兹这么说 森林精灵们都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当然跟之前不同 正式雇佣你们的话 就必须考虑待遇的问题 之后再让别人跟你们一起讨论吧 森林精灵们似乎无法理解安兹的话 但这是必要的 这么做的形象可以理解为 从奴隶的生活中拯救了他们 并给予了他们 依靠自己的双手来赚取劳动报酬的工作 这样可以给森林精灵国的黑暗精灵 留下美好的印象 不然 要是像现在这样连工资都没有的话 可能会被认为是黑心企业 最起码也要创造一个待遇比较好的事例 安兹看了一眼周围的女仆们 因为压低了声音 所以他们并不能听到安兹的对话 安兹想的是 是否需要把有待遇这件事推广给女仆们 但按照他们那种想要更多工作的想法 如果强行推行休假制度的话 会不会把仇恨转移到元凶森林精灵上呢 还是得详细考虑一下比较好 然后是 我们想去森林精灵国旅游 当然 亚乌拉和马雷他们也会去 如果可以的话 能否让你们做个导游什么的 我们并不清楚森林精灵的礼仪 有你们在的话会更好交流一点 听完安兹的话 精灵们摇了摇头 对不起 我们没有信心当导游 礼仪方面也是 是吗 非常抱歉 啊 没事 虽然不带导游去旅行会有点麻烦 但他们也确实不一定派得上用场 如果遇到意外的话 他们还可能会成为累赘 安兹回过头 挥手叫了叫女仆路米埃 跟她说了一句再来一点 然后将事件转向了双子 路米埃立刻理解 说了声失利了之后便离开了那里 于是谈话忍再继续 森林精灵们是怎么看待黑暗精灵和不死者的 安兹又会有怎样的旅行计划 我们下期待谈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赞和三连一波 点赞过之前继续下一期 如果你的细节视频感兴趣 可以在我的播单里边点击一播放全部 下一期我们接着讲与三精灵的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